tyre斬 如大家所見這次聯盟賽季結束 然後賽季獎勵呢 這次來到的最後最高倍數是5200分 所以成功從這個紅色標把圖騰 來到了潤子的 隶級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賽季獎勵 因為我其實毒礦有點久時間沒有爬天梯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用毒礦來爬天梯 那我這次呢並不是用 等一下再說好了 我這次並不是用原本那個小廢毒礦在爬的 這個我選 雪球 然後黃珠 火球可以選勒 因為我現在火球等級還不太高 那右邊已經滿了所以就只能選左邊 欸其實我可能也可以選右邊換個錢也不錯啊 然後這個選女巫或是滾筒 選滾筒 選滾筒好了 或許我可以把它當成滾木使用 因為這個我現在搭配的毒礦的牌子 我有在思考轉型這個 轉型這一路啊 這個我們選 選 好選天梯好了 反正可以跟礦工搭的我可能都會優先 考慮進來 好這次就是這個 剛剛說到垂直的這個獎勵 那俠克也很猛啊 我看他這個有發IG 他這個 他這一季 分數 欸我有記錯嗎 他是7000嗎 嗯 這個很可怕的數字 那我們現在這個賽季獎勵 重置 就是4600回來了 那我上一季呢 打到這個槌子呢 是用這個 也是毒礦 但是換成破炮毒礦 那如果你有加我 這個 臉書 朋友的話 有觀戰應該可以看到 就是我最近就是在用這套打 那 原本的那個小費毒礦呢 其實也還可以玩 而且 我現在已經可以殺13級了 但 還不急 等到最後面 真的要再衝 衝背書的時候 可以再把它換回來 那我們今天先用這個小費毒礦 欸不對 破炮毒礦來打吧 我們來 爬看看 給大家展示一下 雖然說我現在卡等 還沒滿 包括 不知道聲音有沒有爆掉 包括這個 二位小隊 然後 毒藥 等等 好抓一棍 我覺得還 哎呀糟 不理想 我現在有點虧費了 火髮不解我就死了 完了爆掉 直接慘烈犧牲 這 剛剛那波 被火髮噴到好傷 我原本是為了保住二棍少女的 好 沒關係我們再一次吧 這個 開局 這個很不順利的 掉下來了 好 再一次 所以也可以看到這一套 嗯 算是比較粉絲 粉絲型的組成 所以 剛火髮被抓兩次 費用虧太多 也不是完全不能打 因為破炮做一個防守位的話 還是有機會了 好可以 噴了兩下回來 劍羽出去 他打不贏 他打不贏 嗯 12級的 二棍小隊 對方主塔是12級 我們夠一下 對方有劍羽 這方有劍羽 可能需要 先拉了 啊 往這邊走 好 這樣子左邊的輸出還可以接受 好 再一次 我們慢慢把血量換回來 好 這一波可以先拉 可以喔沒事喔 好 最後這樣子用盡氣力 抓 等一下可以 左路也去抹一下 然後右路賣給他 毒藥下去 可以帶走囉 好 有考慮要不要把這個 毒藥換回 換成 不是換回 是換成火球 但 這樣換掉之後就 少了 毒礦的成型 那手 骷髏召喚的話可能也會有點吃力 所以 理想上的話 還是盡量把他升到13級 那 就差礦工跟二棍小隊 主要這兩張 二棍小隊啦 應該主要是差二棍小隊 二棍小隊 比較好養 因為現在 部落內在藥上卡的人 相對比較少 好 右兵 稍微賣一點 好像有點太多 好我直接用炸了 嗯哼 好還可以 沒錯 這個 這個 虧費解嗎 飛桶要走 好我們分個路 火箭出掉的情況下 這裡可以推一個 這裡可以推一個 好 公主這個被抓到 還行還不錯 打掉該打了 這個還可以把公主解掉 沒什麼太大問題 對方還是有火箭可以做斬殺了 所以我們這次分的話就往左邊分 好不理 他這個火箭這樣子砸還要三次呢 看他預判了 看他預判了 來我們帶上去 可惜這個 沒有踩進來 有點可惜 這個 出了燒賣 時間 時間對他來說 或許 不是那麼夠 再兩顆 好這波我也是要拿掉很多血量的 哈哈 直接抓兩隻 他這樣子也來不及炸啦 好不要我們再下去 還是 這塔是穩拿的 好沒什麼問題 往下爬 這套可能 我覺得在 如果我之後要 跟分數的話 這套可能會比小飛毒框更 更穩一點吧 好 小飛毒框是 遇到某一個組合上來說 會 很強 但 也是遇到一些特定組合的話 就幾乎是 無解 好 再上去 毒要剛用掉的情況下 我們礦工可不可以接到一波 好 毒了 抓一個 13級礦工一敲一隻 還是被揮了三拳 2074 剛剛那毒要補的這樣有點多了 因為東西沒有跟上啦 所以 有點擺腳的感覺 獵人 古盾 毒藥 礦工 蝙蝠 來我們 再守一波好了 毒藥的話 看一下他怎麼走 好 行吧 來 送過去 好 對方這次費用角多了 就我們要一波帶走 打回來 看他走哪裡 來 好 冰箭也跟上 蝙蝠也跟上 了不起一拳吧 好 這邊我們費用壓這麼多 跟一個 叫礦工主要 礦工礦工礦工 來 我們盡量抓 不太行喔 這要被打進去了 好 沉住沉住 抓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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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都抓 這獵人好煩喔 不死欸 好 喔 有點 可以可以可以 了不起一拳 可以接受 來 送進去 不要 OIN 一下 很開心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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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起來 那我們要搶快攻囉 兩隻毛哥 一下兩下 有了帶走囉 好拉走 好 這個 巨人礦工的組合 還在 還在計畫之中 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我們再一場吧 用起來是還蠻順的啦 雖然說他可能跟 主流或者是說經典的破炮礦 稍微小小的不同 然後我自己用這樣的毒礦 組合是 還可以接受 石頭好硬 直接 要被打進去囉 不要炸到我身上 被炸到 傷傷的 好 被吸走了 好 在這個情況下呢 桌塔就是賣血 沒什麼好說的 因為水滿了 所以 定一下可以 好 對方也選擇賣一點 這麼可以賣的嗎 那就 拼啊 趕快過來 對沒錯就是這樣 打他走 這個也可能 又被炸到 還行還行 這波算是守下來了 好再一次 齁 來 不要 走上前頭 換攻再接一波 雙方的血量都差不多 可接受 賣給你 左路可以賣 基本上就是不管 那 這麼硬漢嗎 那我要直接 噴一波啦 然後砸的 欸 有 一下 帶走 好 這個就是我讓的結果啊 因為 石頭進來了 這個破炮是不會打在石頭身上 所以我石頭還可以扛一下 只要噴出一發就夠了 所以 反正就是現在 我上一季就是用這個打的 那 嗯 如果你也是用 毒礦的 祖國的朋友呢 可以試看看 嗯 就是小費毒礦 然後轉成這個破炮礦 那 反正這 這三張都還有 深的空間嘛 好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啦 那如果你喜歡這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我打開 小鈴鐺 我是阿松我們下期啦 掰掰